其實沒有 裸上身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比較年長的攝影大哥 都有看過我下垂的胸部這樣 露出來了 就真的露 正面還是背面 那有做任何防護措子嗎 沒有 我跟你說 楊明威為什麼 你知道嗎 你拍到之後你搞不清楚 他還沒有換戲服 你看他多近夜 我跟妳講 他平常時刻也是演奏 可是他拍這個戲之後 你就覺得怎麼有人 可以邋遢這樣 就穿假腳脫 然後穿短褲 然後頭髮很亂 因為導演說 他不要太公主 還把頭髮弄亂 所以有一次導演就說 你只要開拍前一分鐘來就好了 對 因為他就是 不用梳化 對 他就是不用 他就是整個頹廢 你現場看到他 你會不知道他到底是 準備好要上戲還是要離開 對 因為都是長得一模一樣 對 都很常穿戲服 他常常穿完戲服 我們問他說 你什麼時候要去換衣服 他說我已經換 對 真的 就是他已經是長電 我跟戲都一起了就對了 他拍電影的時候 很常要穿著戲服 要跟我對戲 他就會越穿越少 因為導演會叫一件一件脫掉 變成內褲 然後到後面連內褲都沒有 換肉台 而且你知道楊明慧 曾經做過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導演有一次叫他們三個 就是我三個兒子 他們也要回來騙錢 可是他們三個要從那個 車子下來 然後像那種美國公路電影 就下來 然後在那個椅 在車窗旁邊這樣 然後他們兩個都這樣帥 然後楊明慧就有 他就下來以後就這樣 我說你怎麼可以那麼放鬆 結果他整個私底下 跟他戲裡頭的角色 都已經分不清楚了 為了工作 為戲 我其實 蛤 裸上身 其實我還滿拼的 我這個是我那時候 這部戲裸上身 沒有為這個戲啦 沒有為這個戲 是我那時候 剛畢業的時候 我不是進屏風表演班嗎 就國修老師那邊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 兩岸三地 就是去香港演出的一個 有點像前衛劇場的戲 他就是一桌兩椅 每個導演就是一桌兩椅來 編一個故事 大概30分鐘40分鐘 那台灣就是國修老師 跟楊德昌 然後香港好像有觀景棚導演 還是什麼 然後內地也派兩個導演這樣出來 在你香港演出 然後那時候就 國修老師就覺得 你想要做一個比較不一樣 以前屏風都是比較喜劇 或什麼之類 他想做一個比較前衛一點 比較不一樣 然後就跟我說 那如果要裸上半身 你OK嗎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是OK啦 對 可是那時候其實還是質疑了一下 因為我想說 畢竟第一個就是 妳才剛畢業 對 我才剛畢業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跟爸爸媽媽講 然後過了幾天 我就跟阿伯說 我說我可以 但是我有一個要求 我可不可以不要讓我爸爸媽媽知道 所以我們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在演到我要脫衣服的那個時候 我們劇團經理就說 請各位攝影大哥把攝影機收起來 對 就那一段的記者會就是那個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比較年長的攝影大哥 都有看過我下垂的胸部這樣子 對 露出來了 就真的露 正面還是背面 那有做任何防護措施嗎 沒有